12年前的那颗好球 游记兵终于在今年拿到了 大家好 我是白哥 世界大赛在昨天结束了 德州游记兵以4比1的对战比数 击败了响尾蛇 收下对时首作的世界大赛冠军 那各位应该也知道我个人是游记兵的粉丝 近十几年来的游记兵事件 我基本上都有跟到 尤其是差一颗好球事件 我个人当时也是在电视机前面看着 在今年夺冠的道路上游记兵算是走得很辛苦 休赛季补禁了迪郭勇 让各大球队知道游记兵要来干大事 季出游记兵表现虎虎身风 滚居分区龙头 进入季中发生了迪郭勇受伤报销 牛棚状况不稳 常常在后期自爆导致输球 虽然在交易大线前 补禁了Max Chaser跟这个Chopman等好手 但季末还是在龙头争夺战当中落败 最后只能以外卡第二进入季后赛 而且这时候季中补来的Max Chaser 一切看起来就是这么的糟 但从外卡系列赛以来 游记兵一路击败了99胜的光芒 东区龙头百胜的精英 每年西区龙头 同时也是游记兵最害怕遇到的对手太空人 甚至在面对太空人的第三战以前 游记兵还拉出了一波连胜 在每年冠军战当中 也立扛太空人率先听盘的压力 在对方取得3胜2败的状况下 连拿2胜晋级 走进了世界大赛 最后再成功拿下了世界大赛冠军 同时也完成了季后赛客场11连胜的记录 这场旅程游记兵走了好久 我个人的心情起伏 大概就是从季后赛开始是这样 不看好会赢光芒 不看好会赢精英 怎么可能赢太空人 今年好像真的有机会 到最后哇真的赢了 就是这么的戏剧化 对于这次游记兵夺冠 我是很想马上出影片来跟大家分享喜悦 但我想了很久要怎么样来制作这支影片 我最后决定 既然新闻上都说今年的世界大赛收视率很低 那我就决定在这支影片里跟大家介绍 我个人认为在今年这趟冠军旅程当中 并表现让我最惊艳的游记兵选手 让大家来认识一下今年的冠军队伍 德州游记兵 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游记兵多增加点粉丝 这样也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德州游记兵 世界大赛MVP Corey Seeger Seger我想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吧 他本身就是个很有知名度的球员 2020年在到期的时候 他也拿下过当年度的世界大赛MVP 今年Seger在季赛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好 虽然有殷商休将近40场左右的比赛 但他依然达出6.1的FWAR WRC Plus来到169 要不是每年还有一个大股响品 不然我认为今年的MVP Seger是很有机会拿下的 那Seger在季球赛的表现 我想就不需要多说 锦上添花的拳雷打他有打出 关键性的追平红他也敲了 其中他在世界大赛第一站跟第三站的那两发两分炮 真的是帮了游记兵一个大忙 第一站的那发追平两分炮 我认为重要性跟困难度 都比GASIA后面的再建红还大 那一发出去 我瞬间就认为游记兵跟他签下大约真的就迟了 凤王战的第五站 他也是率先捕获Galen的五万打封锁 敲出了团队首安 然后也跑回了团队的第一分 世界大赛MVP真的是实至名归 而且他在这个季后赛当中 也很谨慎的选球 选了很多的保送 对球队贡献相当的大 Adoliz Garcia是我第二个想讲的球员 GASIA虽然是因为拉伤 而导致提早退出了世界大赛名单 但他在每年冠军赛的表现 让我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GASIA是一个很豪放的球员 我想挥出拳队打后的散步 应该是大家对他在这个季后赛里面最深的印象 虽然会有人说他这样太嚣张 但不得不说 他在每年冠军战的表现 还真的很值得他嚣张 敲出了五发拳队打 冠进了15分打点 完全让太空人无法抵挡 其中从第四场到第七场的连续开轰 也让大家知道他到底有多猛 其实这位球员的表现 就让我想到当年2011年的 Nielson Cruz这位球员 当时的Cruz也是在这个每年冠军战当中 狂轰烂炸 六场敲了六轰打了11分打点 率领游记兵打进世界大赛 而且很有趣的一点 这两位打者都有面对到Volander 而且也都从他手中打出了拳雷打 进入世界大赛后 GASIA在GAME1的表现也是很猛 单场猛打赏包含一发再见轰 替游记兵抢下了开门红 GAMIEN虽然在季后赛大部分的时间都很低潮 但在世界大赛第四和第五战 十个打出他打出了四支安打包含三支长打 一口气打回了七分打点 成功补上了GASIA在世界大赛受伤后的火力空缺 其他选手的部分 我认为像是新人Josh Young跟Kutter的表现很不错 尤其是Kutter 他在9月才上大联盟 10月就成为季后赛的固定先发选手 在整个季后赛他打出了345的打击三位 完全没有菜鸟选手的菜感 在索外野的防守也是相当精彩 我想他未来一定也会是游记兵的主力选手 那投手部分先发投手Montgomery跟El Voldy 当然是游记兵这次夺冠关键 先说Montgomery好了 今年他证明了他是可以在季后赛独当一面的投手 季后赛出赛6场 绞出了三胜一败 防御率2.90的成绩 他精准的控球和他那颗曲球 压制了对手打线的发挥 在美联冠军战当中 他扛了两场先发 加上一场中继出赛 同时局只掉2分 完美压制太空能打线 另一位El Voldy El Voldy在季后赛先发6场拿下5胜 防御率2.95 其中我认为他在世界大赛G5的表现很神 橘橘香味蛇都有机会攻下分数 但最后El Voldy都让他们无攻而返 让游记兵打线虽然一直被封锁的6局 但还是可以在0比0的状况下能够找机会进攻得分 这两位选手在世界大赛的表现 虽然没有比他们在前几轮还杀啦 但以整个季后赛来说没有这两位选手的卖力演出 刘继兵是绝对走不到这的 那先发扫出了两大王牌 牛棚刘继兵也找到了两个重要的选手 就是Sports跟The Luck The Luck不用多说 在季末扛下后援任务之后 就将一路在季后赛疯狂使用 在季后赛他出赛13场投13.2局 只要有救援机会就是他上 没救援机会但是不想输的比赛也是他上 平手进入延长赛的时候 The Luck也要上 而且还要再投两局真的是劳苦功高 虽然很多人说他将会不会过劳还是什么的 但我想一路都走到世界大赛了 游记兵一定想把握机会夺冠 在这种状况下真的没办法再去顾休提千数了 能拿下的比赛除非是大比分 不然一定是要派出最稳最强的投手来收尾 反正拿下世界大赛冠军之后 要修多久就能修多久啦 除了The Luck燃烧小宇宙之外 Sports也是在这个世界大赛当中表现很好的选手 他投了10场比赛12局送出13-14三阵 那死掉了1分 其实Sports他本来就是个三阵型的投手 所以无论他是要上来处理中继任务 还是要在危机的时候用他不错的创造回空率 让对手无法再越雷池一步 这两件事他都可以得心应手的来处理 他也成为了这次季后赛中游记兵牛棚的二把手啦 那最后我们也要来提一下这个完成个人三连霸的Will Smith 他这个人算是蛮强运的 能够连三年都到冠军队伍效力 如果明年有球队想要抢世界大赛冠军的话 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考虑牵他一下啦 那当然游记兵的其他球员也是表现得相当好 没有这些球员的努力 游记兵是没有办法在今年就能够成功拿下 队史第一个世界大赛冠军的 最后还是要非常开心游记兵能够抢下世界大赛冠军 这一步走来其实真的连我自己都不敢自信 没想到能够在今年就等到12年前的最后那一颗好球 在试驾到赛结束之后下一波就是自由球员市场了 我也会再继续推出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也会再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认为游记兵在休赛季的自由市场可以怎么补 那当然其他球队像是杨基 我也会来做影片讨论 最后感谢大家在2023年赛季的支持 接下来就让我们迎接刺激的自由球员补强吧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了 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